香港国防法在2020年7月1号上路 将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四大罪入法 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 组织以及虚实恐怖活动 还有勾结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 最终可以处以无奇徒刑 而且北京当局若对审判不满意 还可以直接接手审办 不过不止香港民众 在台湾有不少支持香港争取自由的人士也担心 未来无论是到香港或者是过境香港 只要双脚踏上香港土地 很有可能会被逮捕 记者李志华 江顺带的专题报导 蛮担心的 我蛮担心的 确实蛮担心 他是杨桂志 除了是律师之外 还有另一个身份 就是自媒体广播平台的法律节目主持人 长期关注弱势族群人权 也关心香港民主问题 只听到香港国安法7月1号正式生效后 只要曾经支持过香港人争取自由的境外人士 未来无论是到香港或是过境香港时 只要双脚一踏上香港的土地 很可能就会被逮捕 对此 杨桂志也忍不住担忧 我可能因为做Podcast的关系 知道我的人比知道民主的更多 那我是不是就会更担心 那我是不是在台湾我讲话 未来我就要自己管好自己的嘴巴 避免被抓 我觉得这就是他想要去做的一个事情 没有人敢说自己不担心 因为没有人想要跟自己的家庭 跟自己的生命过不去 语气中带点无奈 但更多的是对香港朋友的不舍 因为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 香港社群网站掀起一片晋升潮 香港民主社团 香港众志 时间仿佛停在6月30号这一天 因为就怕再有新的贴文 可能会触办国安法 众者还可处以终身监禁 为什么他们第一个要先把众志 就是那个组织解散 因为组织是存续的 你有可能说我7月1号开始 我没有说这个 可是你这个组织在 他就当你这个组织 就是非法团体 所以你这个组织存在一天 你就有可能被我认定成罪犯 所以他要先解散组织 香港国安法将会影响 国家安全的四大罪入法 包括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 组织以及实施恐怖活动 勾结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 情度分为三级 最性侵的可判居易 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积极参加的 恐除以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性重大的除以无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且北京当局 若对审判不满意 还能直接接手管理案件 按国安法在特定的情形下 依法办理国家安全犯罪的案件 中央对于特区充分信任 赋予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 主要任务 但中央有需要保留权力 去处理极少数特区 力所不及的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 确保在任何的情况下 国家安全万无一时 港版国安法一通过 为了进一步了解香港人的想法 我们实际联络了几位香港人士 或粉丝团 不过得到的消息 都是通通暂时不接受访问 连脸书的粉丝页也直接关闭 港版国安法让港人几乎各个 敬若寒蝉 香港人闭口不谈 就怕祸虫口出 而网路上更是危机四伏 尤其一海之隔的台湾 部分大学内停港的口号 与连龙墙活动这两年没有停过 社群通讯软体上 更是有许多人利用贴图贴文 表示支持香港 不过不少人现在把贴图贴文都删除 这是因为传出港版国安法 可能会渗透到网路社群软体 而表达过支持香港民主的台湾人 担心未来过进香港时 可能会被逮捕 你知道有他们认为规法的事情 不管是不是香港的局面都会把你抓起来 我觉得基本上 目前会大大降低我去香港的意愿 而且就会觉得说 其实好像我们就算不是香港人 但一照路径香港也是 对也是有点风险 香港国安法如同林郑月娥 在国家安全公署若晨仪式上说的 一旦有特殊情况 北京当局可以对案件行使管辖权 将特例案件引渡到中国大陆受审 重点是条文范围 广泛且模糊 这样的条文一出 不仅让香港人人人自为 还让港台民众进行自我言论审查 这个国安法它真正的恐怖的地方 它真正的威力不是在于说 它到底抓了谁 而是它让每一个人觉得 你永远都有可能会被抓 那大家有这样子的恐惧在 甚至实际上就会开始 自己去审查自己要讲的话 自己讲话自然就会被人保守 自己的行动自然就会考量自己未来 不管是事业 甚至是人身安全 那大家就在这样子的恐惧下面 自然就不可能会有畅所欲言的情况存在 香港警方告举紫棋 警告民众即会违法 不仅使用武力驱离还会逮捕 有媒体形容 7月1号这天过后 正式进入紫色恐怖 让香港的时间直接快转到 港人治港的最后一年2047 外界形容等同二次回归 这个二次回归是一个用语 就是说北京一直希望 这个香港可以 因为香港从英国回归到中国 那回到大陆 这个过程是主权的移交 可是人心好像没有回来 所以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 希望透过这个国安法 二次回归是到人心也可以回归 如今国安法上路后 让港人各个人人自为 不敢议论政治 是否对案当局 真的能够透过这项法案 让人心回归 还是让人民离政府越来越远 或许从多数港人 不敢再发言的态度 已经看出了答案